这是晚上12点左右 美国这边的清洁工 在清理路边的树枝 就是也挺辛勤 一个白人 他是开着皮卡 在这块清理这个树枝 这个树枝不知道怎么断掉了 然后他发现了 然后他就开着皮卡 他这个皮卡呢 带着个警灯 带那个闪烁的警灯 然后呢停在这个路的中间 看一闪闪的警灯 停在路的中间 然后呢他把这个树枝呢给拖着 然后放到皮卡车上 所以美国这边是晚上这些清洁工 在这清理道路啊什么的是吧 他这个车是专门负责清理这些 你看这个树枝叉扔到车上了拿走了 所以美国这边有些白人也挺勤劳 这个白人大约得有四十六七岁了吧 或许是没有那么大年龄 因为白人呢 美国白人有的瞅着特别老成 有的二三十岁的年龄呢 瞅着就很老啊 所以呢 但是感觉他至少有四十五六岁了吧 你看他这上面 有这个什么啊 上面拉了不少这个植核箱 还有这个树枝什么的 放在车上这样拉走了 你看他车上有这个箭头 向左向右的箭头表示 随时会拐弯什么的 随时会停车 你说这边 美国这边晚上就是这么一个景象 也挺勤劳啊 看他又到前面又停车了 可能在路边又发现东西了吧 还是又发现需要清理的 对 他发现路边有一个扔的一个沙发 他把它捡走了 拿走了 他可能就专门负责清理 路边这些扔掉的这些东西 你看有一个沙发 他搬到车上清理走了 所以呢 他们不是那种专门的垃圾清运工 他们是清理路边的这些杂物 比如说 指壳箱了 或者扔的这些破家具啊 他们负责把它收走 对吧 他不是那种收垃圾箱的 他是收这个杂物的 他在这停车 然后准备又走 在路边这样像巡警一样 这样巡逻 然后呢把发现的路边这些杂物呢 把它给清走 镜头里看到这个 VERIZON 叫Verizon 我以前把它读成Verizon Verizon是不对的 Verizon呢 是美国这边一家 应该叫类似于中国的移动 或者中国的联通之类的 这样一个移动的网络服务商 它是整个美国信号最强的 一个手机网络服务商 所以朋友们如果来美国 如果想选一个信号最强的 那么就要选Verizon 只不过它比较贵一点 我现在用的就是Verizon的 以前我用的是Leica Mobile Leica Mobile 信号比较弱 但是Leica Leica L-Y-C-A Leica Mobile就是移动那个 M-O-B-I-L-E Leica Mobile比较便宜 价格的是Verizon的三分之二 而且呢 那个Leica Mobile呢 它可以给中国 无线时的打电话 发短信 给中国随时打电话 但是Verizon呢 它虽然信号好 但是它给中国打电话不方便 Verizon呢 最便宜的一个月是30美元 然后加税呢 大约4美元 一个月34 而那个叫 Leica Mobile呢 一个月大约20左右吧 对吧 就比它 是它的价格的三分之二 而且还可以 无线时的打中国的电话 和短信什么的 只不过信号比较弱一点 我还是用的Verizon呢 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嗯 好了再见了 就说这么多吧 拜拜 拜拜 再见 现在是12点多了 嗯